好 6點24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這個投銷開獎的主持人林佳元 歡迎佳元 嗨 大家好 對啊 佳元跟我們今天一起來吃播 你看這個羊肉爐耶 好香喔 好香喔 今天我來幫你服務 但是我們要先給大家看一下 歲末年周嘛 大家都要買年曆 買桌曆 這一次呢 我們中間新聞史無前曆 做了一個這個主播桌曆 說實話 拍的時候 我手腳怎麼放我都不太知道 我覺得你很厲害 你跟玉琴男人好會擺姿勢 真的啊 我們是 螢幕情侶啊 螢幕情侶 是是是 我們是玉圓主播組 玉偶儀嗎 配偶儀 好 這個這個桌曆呢 當初因為我們主播太多了嘛 但是只有12個月份怎麼組合呢 我想來想去 就一些搭檔 像你跟玉琴就搭檔嘛 這沒有問題 那還有一些呢 就是用月份來搭檔 那像比方說我是九月生的 那你的情侶是誰 那我就放九月 孤佳寡人 藝人 那我們看到就發明後方 呀 你們兩個真是 真是很甜蜜 反對 贊成 這就是平常節目當中 對啊 大家常常會出現的一些橋段嘛 但因為呢 這個呢 也是大家敲碗敲來的 跟淺秋是 來是一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時間實在是太趕 然後年底的一刷場又很忙 所以呢 根據了解 我們大概最晚呢 1月5號會寄出 那麼時間呢 是從12月31號 今天中午12點開始 一直到1月1號的 半夜24點為止 連續36小時 我們的所有主播呢 會跟網友互動 有200本讓大家來抽 怎麼樣抽呢 嘉遠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會放寬資格 然後呢 只要呢 第一個要到中天新聞的 臉書粉絲團 然後呢 第二個呢 是置頂貼文當中呢 留言按讚 再來再來是什麼 留言的同時呢 要怎麼樣呢 要tag一位朋友 而且要請他要來按讚 你這樣就有抽獎的機會 那經過抽獎之後呢 小編呢 就能夠把這份 新年禮物寄到給 幸運的得獎者啦 對 那但是有很多網友說 200份不夠啊 是啊 像很多人就說 我想買10本 買8本等等 那怎麼辦 嗯 那我們都聽到了啦 公司呢 一定會重視 大家的意見的 所以呢 我們在官方粉絲團 所以你要加入我們 中天新聞的 官方粉絲團 然後我們會有最新的消息 就會在下面公布了啦 那會有什麼樣 就可以有其他機會 方法可以 一定有的啊 量刷子訂購你的 什麼哪一件 沒有我們都是 還是做幾份 只訂購家園 把我們其他都撕下來 撕掉什麼 這樣不太好了 這樣不太好吧 就要自己訂的 就是要多加份 所以應該是可以 用有密刷場加印的方式 我們會看到那個 觀眾或者大家 踴躍的程度 一定會有一些不同的 便民的方式 對啦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做啦 說實話 我們也沒有經驗嘛 有穿衣服嘛 是 不是 衣服穿最小的是誰 我覺得是不是 藝鎮他們 比較運動服 會有少一點 那你可能穿那種 對 他們就比較 運動 是 是 智豪跟小麥 對 他們那種比較運動的 做費動的那種 對 後面大家看到 是立剛還戴發傘 好 所以每個人都扣住自己的形象 但是因為第一次做呢 不是太有經驗 我們在想要用賣的好不好啊 如果要賣的話 這個定價當然不能太貴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細節呢 都還在想 那麼這一次呢 處理的比較慢一點 如果呢 大家反映熱烈的話 明年我們就早點開始做 對不對 不只做小粉 還可以做大粉 月曆 像林志玲的月曆 壓力好大 有你在 大家放心 趕快去練身材一下 好 這個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找這個 前秋道這邊呢 主要嘉遠 你知道是我們昨天敲碗敲來的 對 我知道 我們先去訪問 楊志良嘛 楊志良嘛 那楊志良就講啊 他懷疑是弊案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反對是有點 是不是有點道理 合理的推論 沒有道理啊 因為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呢 我覺得以金額來講 開放萊豬對美國的 那金額這麼小 我賣這個飛彈就夠了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萊豬 把這個內臟賣給你台灣 到底為什麼 誰得到了好處 從這個邏輯去推論 回來 會不會有人拿了一些不該拿的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你本訪問你的看法是什麼 的確是非常合理的推論 不然到底有什麼好處 幫他選選舉 那個選舉 都已經輸了 然後呢 現在都最好的台階 已經政黨 他們自己的政黨輪替 也換了 準備新總統要上來 不是正好要輸成嗎 你自己投台 那個叫投懷送抱 對啊 放的這個消息 總該是一個下台階可以下台 以前我們川普的那個 我們現在不要了 對嘛 因為他已經過去式了 我現在盯你的 你你說了算 這種不是正好嗎 而且台灣民意沸騰 不是正好就拿大家 當墊背的 當最好的基礎 去跟老美重新談判嗎 可是他卻還是一樣 像小媳婦一樣 自己乖乖的送上門去 為什麼 如果是很有可能貓膩吧 其中必有詐 一定有些利益的關係 而且這樣開放 我覺得基本上是三輸 沒有人贏吧 台灣民眾不高興 台灣政府形象受損 另外美國會不會高興嗎 美國也不高興啊 對啊 你進我的萊豬 學生不吃 大家都不吃 大家都不吃 結果我們吃 連受刑人都不吃 對啊 我們又不是受刑人 立法委員也不吃 我們立法委員也不吃 我們也不是學生 我們也不是警銷 對 通通通通通都要進來了 我們這一般小老百姓要吃啊 我們的新聞公會 是不是應該站出來呼籲一下 新聞公會也不要吃 我們新聞工作者也不要吃 我們網路工作者也不要吃 是不是 這樣我們變成 沒有人可以照顧的一群 沒有人照顧我們 但是好難控制 因為連標示跟來源都很難掌握了 政府都搞不定了 沒有 他現在把所有的美豬 就等於是萊豬嘛 因為他就沒有標示嘛 其實美牛不一定有萊劑 因為他協定的美牛也太棒了 美豬不一定有萊劑 可是他全部物名化 他全部打成一條船全部打乾了 那本來其實有些合法的業者 他們其實是拒絕萊豬 萊克 杜巴胺的 那現在也通通都被搞在一起了 那美豬變成是一個有毒的商品的代表 當然美國也不會開心才對啊 對啊 當然大家都不敢吃嘛 百分之78的這個美豬 是不是有萊劑的嘛 我們今天不是豬啊 越來越多人在最近的時候 都不敢吃豬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害到台灣的養豬呢 會啊 在心裡就有陰霾嘛 你看這個萊豬計時計 只剩下一天了 我們一直倒數到現在 所以明年開始萊豬圓年 我覺得是什麼 是台灣人不如豬圓年 人豬都不能吃 要禁藥嘛 是不是 陳時中還講說什麼 1月1號保健不會有 然後呢 那又怎麼樣 因為還來不及禁 對 還來不及禁嘛 那接下來2號3號呢 就要來了嘛 忍蕭為 在這個歲末年中的時候 還講這種插話 他有必要講這種 對啊 忍蕭為 他是明年保健不會有 忍蕭 就是把民眾當白癡一樣在耍 所以家園你主持政論節目嗎 我覺得現在看到網友的反應 好像只要講到萊豬 大家就來氣對不對 我跟你講每次 反應好熱烈 昨天我們有幾個亮點 就是你票選 蔡英文 蔡女皇的時候 馬上直線標 那再來就是還有萊豬的議題也是 大家討論很熱烈 因為民眾都不想吃啊 很直接啊 馬上就說了嘛 對 你看大家反應很熱烈 因為都不想吃嘛 七成的民意就告訴你們 魯夫就說 他說我正在吃雞腿飯啊 他不敢吃豬了對不對 對不對 吃豬了 有人在問我肚子餓嗎 真的太誘惑了 很煎熬 千萬不要客氣 千萬不要客氣 再客氣一下就沒了 捷克森說 817才吃萊豬 是不是 好壞喔 對啦 沒錯啦 其實是大家都不想吃萊豬 結果你現在要進口了 然後明年呢 就是萊豬元年 西方姐說得對啊 對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各縣市還是有各縣市的堅持嘛 不是有些這個瘦肉精 零檢出的自治條例嘛 不過我覺得今天真是炸了鍋 這些 也就是說呢 你中央政府 你沒有辦法保護人民 沒有辦法接收人民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堅持 但是呢 現在地方要做你還不準 這會不會太up啊 而且他就是 很 一樣是五一天下的那個姿態 就是告訴大家不行 我今天看到那個新聞 簡直覺得不可思議 真的是嫌票太多嗎 地方縣市政府呢 這個首長真的是 就是他最了解民意的需求 每天在這個跑基層的行程 其實民眾的這個反應很熱烈 我們昨天看到台中 不是有一位來委嗎 出席一個現場 就被民眾嗆下台 何欣存啊 我們台灣民眾 對於吃的東西 真的是太在乎了 對不對 你說個塑化機啊 各式各樣 你去買個東西 上面標示得很清楚 為什麼萊克多巴胺不要標示 這個東西呢 想破頭真的是 想不太通啊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淺秀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很多縣市政府 像台北啊 新北啊 台中都準備要釋憲了 當然昨天我們也 有些法律專家說 不太可能啦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不太有機會贏 對 但這動作還是得做嘛 對 因為其實地方制度的精神 是在於要尊重地方民眾 還有地方的首長他們的自覺 那麼尤其是很多地方民眾 他們的心聲是什麼 不是說你票拿了之後 你就可以躺著幹四年 真的是要尊重地方民意 而且地方的首長也要對他的選民負責的 那麼這地方自治法的精神 雖然憲法有明定嘛 這是法律未接的問題 可是基本上一般一定會先尊重 沒有這麼傲慢的囂張 然後也不溝通 直接說我說了算的 是 而且最重要的地方自治法 很多還是他們自己民黨時代定的 就是啊 那現在真的是 真的是翻臉 翻臉跟翻書一樣 那麼自己說的話呢 現在講得這麼傲慢的 忘記自己當初是怎麼來反的時候 大家是覺得啼笑皆非 而且沒有一個任何的抱歉啊 抱歉啊 臉紅 完全都沒有的時候 那麼初振昌院長 其實大家覺得他 不是應該要下台了嗎 他到底憑什麼 還坐在這個位置上 他對於自己應該要對人民 負責的這件事情 健康的把關 大家文明病這麼多 大家人心煌煌 吃節的飯都沒辦法放心 出去路邊要吃個攤商 那麼尤其是所有攤商 合法的攤商 也通通被污名化的時候 為什麼他還可以 繼續坐在那位置上 那個標準又很混亂有沒有 對 看不懂啊 到底哪一個才是 真的是台灣的政府 我覺得他已經失去了 應該要有的基本的把關 跟基本的 對人民的尊重 跟他應該有的信用 對 錢修說得好 但網友說 為什麼回到現場 錢修就換了衣服 謝謝 切斷了 不好意思 我把外套給脫掉了 外面真的很冷 要多吃一點 但是我們這個棚內 是密閉的空間 然後又有這個 這個爐在這邊 我也很熱你知道 可不可以開點冷氣啊 我這個毛衣一直在穿了 太熱了 本來油貨很冷 我們大家熱情如火啊 要跨年要跨年 終於最後一天了 今天講到這個 最後一天嘛 是真的可以吃嗎 當然可以吃啊 可以吃 最後一天呢 我們來想選一個 年度人物 各家有各家的票數 我們不管了 我們這個叫做任性 對不起我剛剛看成秋 我笑得因為是什麼 最秋的人物嗎 差不多了 我們任性票選 票選一下今年度 你覺得最值得今天拿出來談的 其實不管萊豬他也有份啦 病毒他也有份啦 疫情他也有份啦 本來是在神壇上的人嘛 後來疊下來 其實我不用講了 大家都知道是誰嘛 陳時中啊 不會被我撕蛋了吧 好 真的是陳時中 陳時中 好很好 那麼陳時中呢 我們現在這邊有很多的標誌 大家想給他貼哪一個 你覺得哪一個是符合他的一個特色 符合他的特色 我們把它貼上去 年度人物 今天是2020年的最後一天 有一個人在今年的表現 非常非常的戲劇化 本來是在神壇上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年度人物後面 人家都戴黃冠嘛 比方說你政治人物 魅力政治人物第一名 黃冠是金色的 但為什麼我們今天設計 給他一個黑色的黃冠呢 這就要大家來看了 你覺得上面的這個標誌 哪個比較適合陳時中 給他貼上去 家圓 我就爛啦 我就爛 這要試一下 這個對 雙面膠 我就爛 這個是網路用語 我就爛 陳時中當然不會這樣認為 他覺得他好棒棒啊 沒有啊 我覺得他就是說 不管你怎麼樣講 他就說 不管你要怎麼樣 我說了就算 而且呢重點是 在問什麼足跡的時候 問了問半天說 不要問 這你就不要問了 對不對 對 他說了算嘛 通通都是陳時中說了算嘛 而且呢他還要想選舉嗎 是不是 要官位 要想選舉嗎 所以我就覺得 他就擺出一副 我說了算 我指揮中心說了算 所以呢 我就爛嘛 怎麼樣 田秋 請問什麼是浩子偉之啊 我問他 什麼是浩子偉之 什麼是浩子偉之 你不知道嗎 對不起我老了 什麼是浩子偉之 這是我們昨天好像前幾天 有講網路用語 對 告訴大家 你念快一點 你念快一點 你念快一點嗎 浩子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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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原來如此 網路用語 但是適不適合 不要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這個 简秋一定是个浪漫的人 像极了爱情 整场防疫就像极了爱情 是吗 不是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是装着 那个深情款款的样子 他都会这个看着大家 然后很诚恳的 很像那个 比方想讲渣男会不好意思吗 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永远都是用那种深情款款 很诚恳的告诉你 我是用心良苦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我是全心为你着想的 可是怎么一翻脸说 怎么又另外一个样子 我这样也是为了你好 这样是为了 你昨天不是这样讲的 就是你为什么爱别人 因为我是为了你好 他告人也说是不得已的 是 这里面还有些基本款 你们都没有贴 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基本款 因为我们不知道可以负选 可以啊 可以负选 全部都很 全部啊 都很 都是适合啊 没有 这一种你觉得 好吧 那不义务好了 终于想个这个 用意来想想到一点 固执啊 对啊 还有呢 不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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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义不义啊 帅 帅帅我觉得贴家园 我感觉比较适合 对不对 是是是是 贴不上 好 这个比较适合 行男也是一样 行男也贴你 行男 对 不太适合他 自己贴 我自己贴 我自己贴 这吗 贴这 我们制作人很担心 我们制作人说 那这样你都贴光了 幼症待会要贴什么 糟糕 幼症给他贴 浩子为之 不要跟他讲 不要跟他讲 待会生气不来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羊肉炉 他因为蚊香而起 好 我们就来看 因为蜂蜂而起 你讲一下啊 你看你这一年主持争论节目 我相信这个讨论 陈时中的几率是很高很高的 他讲很多话 真的是听得让人很生气 是莫名其妙 对不对 第一个 进口猪肉不到一层 一层里面 不是每一条猪都有用到 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哦 天啊 是怎样 是要特别感谢他 我们就还不见得吃得到 对 很稀奇 要吃得到要凭运气 那我们叫他吃莱猪 然后他还说他有三高 他也不敢吃 对啊 这第四个嘛 你看 命就是用拔龜来的 你是不是愿意吃 他不吃 立委不吃 我们刚才讲嘛 很多族群都不吃嘛 请问 美国爸爸会高兴吗 美国爸爸也不会高兴啊 第二个他讲过什么 瘦肉筋确实不太好 但现在莱克多巴胺相对是好的 这个 这是什么逻辑啊 听不太懂啊 明明是差不多的东西 莱克多巴胺是好的瘦肉筋 所以没有问题 还有呢 以前限制三十个月以下的美牛 但现在牛都长大了 现在可以变成开放 三十个月零以上 原来是这种逻辑啊 是这样啊 教你帮我翻译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不懂它的逻辑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三十个月的以下 是之前开放的 那现在牛长大了 所以可以开放三十个月的以上 但是呢 民进党不是常常说 这个开放的是八年前 马英九的事情 最早就超过三十个月了 这就是诡辩啦 这是诡辩乱讲 就是本来三十个月以下 有它的原因 是 那是当年狂牛健嘛 嫩牛 小牛比较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那结果老牛啊 现在通通进来 因为都长大了 跟我们一样 哈哈哈 悲伤 但现在政治人物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现在是一个这个 媒体科技很发达的年代 这种虎烂的方式就过了 凡输过 凡走过 凡住过 必留下痕迹 所以这些这些话呢 会伴随着陈世忠一辈子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他 作为今年的年度人物 带着黑色的皇冠 虎烂王 哎 不错 千万不要忘记 哎 好